请大人输罪 这令牌太管用了 还是这个好使 这不就是机灵的房间吗 这个看 我的天 这个雪鸡的面积太大了 肯定是出雪过多 这哪还有个沙字呢 这个字 沙了 这有酒 蒙汉药 这有个蒙汉药 洪雷哥 这是你拿的酒吧 我就是昨天晚上 跟金人猜拳行李 对 这啥 这有沙子 这什么 这茶 我呢 只是想推销一下我的茶 这个字 这个字 迷魂箱 这个迷魂箱上面有个黄 那就是黄式的 黄式 这都是重要的 重要物证 这个地方很可以 羽毛 好 不得不说这个一点 迅哥 你可能需要解释一下 你说你没进屋 是 我是没进屋 咱鸽子毛进来了 不是 是这样的 我就在外边这么等着 完了鸽子它自己飞了 它往里飞 它飞了 然后飞进来了 我心想 那我就别管了呗 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 这下面有脚印 这是从这儿逃出去的吗 杀完的人 从这儿逃出去了 你看 这个逃出来的 这个脚印有点太明显了吧 其实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有人先拿迷箱 把金人迷倒了 然后 五一船 拿刀把人杀了 杀完之后 对 我觉得是 是这样 这个脚印就是你的脚印 各位大人 怎么了 这里是案发之地 不能久留 不如你们自行携带 怀疑的物品 去隔壁房间聊一聊 各位 拿着大家的发现 去隔壁房间聊一聊 这些都挺可疑的 我们现在把发现的这个线索 大家来分别讲一讲 谢谢胖子 因为你是给金人送茶去的 对 你们注意观察这茶杯 杯身上有什么 蒙汗药 金人是喝了这杯茶 可能睡过去的 为什么我要去找金人呢 因为原本他们不是要开一个 这样的宴会吗 宴会 然后我就跟吴依纯大人说 我说我愿意过去 后来我听到了一些生气的声音 就是我们在那给他表演的时候 他就生气了 然后我镯子就一下磕碎了 在争吵的过程当中 然后一起就是威胁他 我说你别过来 然后之后我们俩就跑了 我当时确实想要救他们出来 所以我在茶里面呢 放了蒙汗药 我是想假装给他喝点茶 然后让他可以睡过去 然后把他们救出来 但是他并没有喝我的蒙汗药睡过去 那酒坛子下面也是有蒙汗药的呀 对 但这个事是这样的 我觉得酒坛子呢 孙李是你拿的酒坛子 去跟金人喝酒 完了去赌钱 对 之前都说过 然后你到那儿 本来你是要把蒙汗药 是不是要下到这个酒里边 你本来是要拿这个 去蒙汗药下到酒里边 没有问题是 我走的时候他人活着 活蹦乱跳的 我是这么判断的 因为那个地方同时出现了这两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证据来推呢 我觉得孙李是有一定的嫌疑 然后呢还有泄汗 那这个迷魂箱呢 迷魂箱我发现是那个黄式的 对 上面有一个黄字 这个真的是只有你们黄式的才可能有 我觉得黄式的人得讲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可不可以被偷 我们这样的人一个都拿不到 可不可以被偷 怎么会被拿呢 你黄秦国弃的东西 我会把这个东西全部揣在身上吗 我说我发现的现实 我首先一个疑点 因为上一轮的 屋里发现了黑鸽子的羽毛 对 那就说明那个鸽子肯定是进屋了 是 进屋了那你到底进不进屋了 那你鸽子进去了 你都不想把这鸽子弄出来吗 本来就是送给金人的 鸽子都进去了 那就让他在里面玩呗 你来的个礼道 人不道 我本来想着等着里边出来之后 我再进去 里边一直在有人 我这有一个就是这个棒签 这个是在进门右边的门口 谁吃的 我确实吃了 那你就进过门 我没进去 那怎么会在里面 我不知道 他又给扔进去了 在外面吃完 把东西都放进去 我是在厨房吃的 薛哥真的有点过分了 我是在厨房吃的 哥哥 你得扔进去 你听我听完了 薛哥 你吃完了 你也扔进去 你们听我吧 听我吧 听我吧 前一后果讲清楚 我拿着黑鸽子 我在门口等着 我在那等着我也无聊 完了我就到厨房 我找着巧的姿 我吃了 吃完之后 里边还有动静 我就把锅扔了 我就走了 我这座屋子里 怎么还有一根吃剩的 这个棒签 原来是你吃的 是 但是这个签 它真不是我扔到那屋里的 我就吃了一根 那个红牛巧巧 我吃完我就扔厨房了 你吃的还是十六味的 我听说这个新品上市之后 深受百姓追捧 我至今都没有尝过 是什么滋味呢 所以要讲到这个口感 酸甜同郁 我真是真品 我老知道就和你一起品尝了 下次有洪流小巧 一定要教教我 对 我难怪你把那根味收成了 他喜欢那日 那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呢 就是有动静 什么动静 就当有点发脾气 发脾气 那可能就是在我那块 你听见有几个发脾气 你发脾气 还有 我们俩一起进去的时候 看到金人正在发脾气 对 我记起来了 我们在跳舞 对我们俩动手动脚的时候 然后之后我们发现 他身上有伤 并且他很生气 发现了他身上有伤 对 他身上有很明显的伤 我觉得我的时间线 应该是在娜姐之前的 因为你们进去的时候 他不是在发脾气吗 对 他就留了一封信给我 他说要拉我入伤 我那天是第一个去的 然后金人就给我留了一封信 说特别欣赏我 就想拉我跳槽 我就说我一定不会去金人那边 然后他生气了 他生气他辱骂我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把他打了一顿我就走了 都生气了感情 金人这一晚上就生气 金人这一晚上没干别的 所以没有被蒙寒药蒙 光生气了金人 就生气 他被我打了他生气 很合理 这一晚上闷气 咱现在盘下盘的时间 咱应该是第一步 我应该是第一个 小灾之后是你俩对吧 然后我俩就去了 我们就去了 我正好去的时候 正巧碰到孙丽被赶出来了 然后你看到了他 然后我没有看到他 我看到了酒壶和几个酒杯 但是我没有看到鸽子 那孙丽有看到鸽子吗 没有 他没看到鸽子 也就是说 迅哥的时间线是不对的 那迅哥有谎言 下一个 你不确定是在黄紫涛前还是黄紫涛后 首先我那天我去是来了 来了以后我敲了门了 因为我怀疑他透露我的东西 我没有进去的 我就隔着墙壁跟他讲话的 他说他睡了 然后让我明天再来 然后他回复你了 对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黄紫涛你再进去 我去的时候 他已经应该是 就是已经快不行了 就黄氏的这个迷魂箱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如果我是最后一个去的话 他还没有死 那就代表一定是最后黄氏的人 知道这个时间 他才进入这个房间 最后找人把他给刺死了 有一个人的故事线 一定是掺杂了一些谎言在里面了 我觉得 尤其是皇亲国妻的 我告诉你 现在肯定不是一个人有谎言 肯定很多人都有谎言 我稍微刚才理了一个线索 就是四样东西 那四样东西分别是属于四个人的 一个怀疑的肯定是由我 因为我拿的那个茶里面有迷魂药 对 还有另外一个怀疑的是孙力 因为他酒下面有迷魂药 还有一个怀疑的是皇家的 吴贵妃 吴依纯 吴依纯也是脱不开干系 按那个那么多血的情况下 我感觉不太可能这个簪子去 就是刀 应该是刀 那那个刀就肯定指向了吴依纯 就是床的那个地方有很多血迹 那个脚印只有从那个窗子进来 只有这一溜脚印的是一个人 他只做了这件事情就是 可能是杀这个金人或者是干什么 然后第二个 因为我们走的时候 他已经喝了蒙汉药了 所以给蒙汉药的人一定是另外一个人 今天说找密信吗 信丢了 那就证明是 如果有可能的话蒙汉药一个人 杀金人的一个人 偷信的 偷信的一个人 三个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三个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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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伤啊 是不是这里还有人 一切都与我们无关啊 大人 大人